你手肘碰手肘嗎 你就這樣嗎 嗯 對囉 爸媽說 媽 我想要變性了 我只是通知你喔 我沒有要求你同意 他反而就覺得說 你毀了我的一生 你毀了我的一生 兒子 男生就只有那邊睡而已 男生很單調 哈囉 嗨 姐姐 Oh my God 愛玲 妳好 是我愛玲 沒錯 Oh my God 你看很好看嗎 愛玲 我想要問妳一個問題 嗯 妳可以手肘碰手肘嗎 你就這樣嗎 嗯 對囉 Oh my God 妳可以穿起來 台灣小姐 妳是新的那邊都漂亮 很美 那現在 我們要跟愛玲穿仙子裝 坐下來聊不小天嗎 可以啊 好 我們來小聊一下 接下來就是 小聊一下 想要問妳說 欸 其實妳在這個選美的過程中 妳有沒有一些就是 欸 從來沒想過的 我覺得到那邊地墊最驚訝的事情是 全世界參賽的有24個國家嘛 然後我以為 大家都是會動完手術啊 結果裡面只有我動手術 好像只有三位有動手術 我其他都是 都是還是有帶著 我大驚訝 就說 這麼漂亮 冠軍 亞軍 祭軍都沒動手術 但是 這個是有規定說要動手術才能參加嗎 以前是規定說 不動手術才能參加 因為妳動手術就是有一點點優勢 那現在是開放 就是妳有沒有動手術都可以參加 優勢在哪裡 優勢是妳的 荷爾蒙 妳男性荷爾蒙會比較少一點 妳的可能體態 會比較女性化一點 那我是男性荷爾蒙 太多了 可是有一個悲傷故事就是 這次冠軍喔 他有跟我聊 他其實很想動手術 但是他不能動 因為國家已經栽培他那麼久了 他動了他就已經 就是會喪失那個頭銜 栽培他什麼 選美啊 他是職業選美 可是不是說 現在不是動了也可以選嗎 只能 只有那一個 只有那一個 只有那一個是兩個都可以選 但其他的選美就不能 而且妳動了 妳沒有那個反差感 就是妳男生然後很漂亮 跟妳變性然後女生很漂亮 是就不一樣的等級 不一樣的等級 所以他自己 就也是一個很痛苦的掙扎 蛤 那裡面有沒有 妳覺得感覺大家看起來都很好 但是其實對妳沒有那麼好的 有 有嗎 有 就是我最一開始呢 跟寮國的姐姐很好 因為她會講很多國語言 甚至連台語都會 然後在決賽前有一天的採訪 她就在決賽前的採訪就跟我說 等一下叫我故意用中文講 然後她幫我翻譯 所以就感覺她好像很厲害 然後可以秀這樣子 結果麥克風遞到我的時候 我就直接說英文 然後從此以後 她就 基本上沒有什麼的 沒有交流 就把韓國小姐跟日本小姐拉到她那桌 就想要鼓勵我這樣子 可是妳也是因人家一道耶 因為妳不是跟她講好了嗎 我沒有跟她講好啊 喔 我沒有跟她講好 她是希望我這樣做 然後妳怎麼回答她 我沒有回答 因為我那次尿道也很痛啊 蛤 那這就是我羅生門啊 因為她可能覺得妳OK 可是妳當場反悔 她覺得可能是妳搞她之類的 我搞她 可是她就是每個人 裁判就是單獨回答 為什麼又要一個境外的人 那樣子翻譯 對 但妳當下就跟她說 不行我要講什麼語言 好 妳就直接當面拒絕 對… 所以好吧 那廖國直接就是就 艾琳不是故意的 好 那除了這以外 有沒有人真的對妳特別好 她對我特別好 我覺得美國小姐對我特別好 我不要忘了她那邊的時候 比較少人跟她講話 有可能是因為她的英語太好 就她那個口音太流利了 我其他的小姐就是 講得跟我一樣爛 My name is 這樣子 就口音很重那一種 然後所以其他小姐很害怕跟她講話 但是我覺得我也是去玩的 然後去交朋友的 所以我就跟她比較多的交流 然後她就會送我很多東西啊 然後甚至跑來我房間 陪我一起睡啊 但是我只能說 因為有口音是件很性感的事情 像是歐美國家這樣講成性感 不會啊 妳很有自己的文化啊 然後我每次那個留言都在 欸 妳的英文該加強囉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他們 妳只要會懂裡面的東西 但是妳有口音 我覺得口音是一個很性感的東西 對 妳看我就是去15天 還不是有正常交流 好 那我們要回溯再更前面一點 好 妳為什麼會再想要再突襲開探 喔 最近開始那時候 其實是我剛開始想要變性 很少耶 那時候妳應該還小吧 大學啊 那時候大學也是 對 大學啊 大學 但是我 我高中的時候就想要變性了 但是那時候沒有什麼資源 然後也不敢 那中間在大學的時候放棄過一段時間 之後在大學 又想要重新撕灰女裝的時候 就跟爸媽說 媽 我想要變性了 我只是通知妳喔 我沒有要求妳同意 但是一個人在家裡穿女裝就很無聊 妳頂多拍照拍一拍 然後上傳到FB 但是久了久了妳就希望 有人可以當面稱讚妳 但我又不敢穿出門 我覺得好尷尬 我不敢穿出門 我那時候是很害怕的聲音 但媽是什麼反應 然後她就沒有反應 然後就摸摸開始掉眼淚 就是邊騎車邊掉眼淚 就是邊騎車邊掉眼淚 但爸爸的反應滿激烈的 爸爸就覺得說 妳毀了我的一生 妳毀了我的一生 兒子 姐 那現在是OK了嗎 媽媽OK了 但爸爸還在 對 因為爸爸比較糾結 在不能傳統接代的事情 那我幫她穿啊 好啊 好啊 好妳喔 喔 剛剛還沒講完 就是因為我想要穿女裝給大家看 但是我不敢走出去 所以我就發現有一個 可以安全穿女裝給大家看 給大家稱讚的地方 但又可以保證我人生安全不會被打 就是Twitch 然後Twitch就規定 那時候只能打遊戲才能直播 對對對 所以我就只能穿著女裝 加一點打一下遊戲 好好隨便吧 那其實實質是想穿女裝給大家 所以妳有看聊天室嗎 還是很可怕 百分之八十都罵我吧 什麼妳對不起社會啊 什麼妳不該出身啊 什麼就是很人生攻擊 因為那時候我看的時候我想說 哇 還是要坐在那邊一句話也不講 然後就打遊戲 然後兩次一片漫漫 重點是因為那個時候 都沒有什麼跨性別在做YouTube 或是做網紅類的 就變第一個的時候 妳的事情都很多跨過 那妳那時候也不是跨性別啊 對 那時候還沒跨 那時候是未免 妳會難過嗎 那時候超難過 就是每天都躲在家裡 有場上然後偷哭 就覺得 就覺得自己只是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還是被攻擊就覺得 對啊 就沒有做什麼壞事啊 然後還又罵那麼兇就 我們要 我們要開放 我們要開放 開放不是說 我好開放 不過那時候因為大家可能就是海小 但是現在搞不好會不一樣 那個其實老實說 我自從我那個Facebook開始做了之後 很多以前在Twitch的觀眾回來說 我當初不應該怎麼樣對妳 那妳有沒有覺得很欣慰 我只能喘叹一口氣 就覺得勇敢做自己最好 就還好有堅持下來 不過我想問的是 再讓妳選擇一次 妳都會這樣做 再讓我選擇一次 我覺得我會更早就做 我覺得我的心態 在以前太不勇敢了 那時候哪裡有錢做 就要想辦法 妳不要指手術 妳可以先從服藥或是女裝打扮開始 可是妳想要做手術 妳就是很想 想是因為那個地方帶給妳不愉快的感覺 妳就很想把它切掉 就很像是妳手這樣長一個很大的泡泡腫瘤一樣 妳每天看到它就覺得好痛喔 那所以妳有打過什麼 有 我有 但是我除了有打過以外 我只要看到它是起反應的狀態 我很想拿刀把它切掉 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超想死 所以我都穿超緊超緊的那個三角褲 妳說要預防它 緊到它就動不了 所以我這輩子沒有穿過四角褲 我都穿這樣 雖然四角褲我會超不舒服 我會超生氣的耶 所以我不能讓它感受到那種晃來晃去的感覺 我之前有拿刀就是超… 是錯誤示範 真的超痛 千萬不要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 那妳現在就是也不能打啦 那妳平常不會玩耍嗎 妳說變性手術了之後怎麼解決 對…想玩耍的 對…想玩耍的 我跟大家說一下好了 變性手術出來的妹妹 有幾點跟一般女生不太一樣 第一個就是沒有卵巢沒有子宮 不能懷孕然後沒有月經 然後接下來就是水量有延遲 變性手術後的妹妹一樣有水 但是她是會有一個感應延遲 就是妳可能興奮的時候 還要再過一分鐘或兩分鐘 她才會開始有水 那所以如果開心的時候也是 像女生一樣的感受嗎 對…就是我變性之後才發現 原來女生的去做這件事情是 比較全身性的感受 跟男生比較不一樣 所以妳是感受過兩種的人耶 對啊… 那男生是怎樣的 男生就只有那邊睡而已 男生很單調 就吃芥末進去 然後覺得好沖就這樣 但是如果是妳吃了今天黑鮪魚 然後整個融化在妳那個 就是跟妳沖的樣子 喔 這裡鮪魚很好 是不是 其實妳覺得不是這樣對不對 妳覺得得達到心靈祥可是不是 對啊